搜水游事件让屏东县长曹启宏一口气开闸了五位局处首长 而现在呢立委也点名 行政委员长江仪化与其他的四位部会首长应该要下台负责 在此江仪化表示 人事的问题等到事件告一段落之后就会处理 另外为了要惩处这些不效业者 罚款金额将会上修到一亿元 屏东县政府五位首长辞职下台 你们现在刚好五位 你们现在刚好五位 点名行政院长江仪化 卫福部长邱文达等人该为此次的食安风暴下台走人 搜水游事件持续延烧 江仪化也表示将提高罚款金额 遏止黑心厂商再次出现 罚款金额的提高我们是有共识的 那么至于说要提高到多少 我现在正有卫福部跟其他单位在协商然后定案 有人主张罚款部分至少到一亿以上 寄出重罚希望能保障民众的食品安全 不过事发至今两个多星期 卫福部才说要全面击查 就连主管废油的环保署 好像也状况外 亡羊补牢全面启动 亡羊补牢 亡羊补牢 这句话你怎么说的出口啊 原来是没有启动 都登出来 你可以出国啦 但是你要进入状况才出国嘛 不管如何 废油的管理 有落差对不对 是的 是不是有落差 是的 有落差 被立委踢爆 收贿期间 频繁出国的环保署长 魏国宴承认废油的源头控管 的确有疏漏 不愧新食品 民众早就吃下肚 若官员们总是等到事情爆发 才开始危机处理 恐怕永远还不积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